大家好,歡迎來到文字宇宙書籍的銀河青刺原星雲 在這裡我會以不一樣的方式帶大家走進清文學世界 做作不像書品的書品 而在3個月前的一部影片 我們已經稍微介紹過了《迷途之洋》 帶大家親身巡禮台東、綠島、宜蘭這些在小說中出現的地點 如今,《迷途完結》了 在殘迷的季節中劃下句點 我也差不多可以放上一張暗昏之老之二合照陣容了 啊不是我是說可以兌現再次進入《迷途》的承諾了 那麼,我是雅次元 讓我們一同走著夜路,追著青春 進入黑白文字所架構的滿天夜星吧 有關這個青少說系列的書籍資訊與情結題要 這次就不多再追溯 各位也許可以先去看過我做的前半部影片 再回來這邊 我對它最直白的心得就是個 很柔、很美、很揪心的迷路沃語 迷途這樣的故事調性是相當輕巧卻又相當沉重的 表面上劇情的推進相當日常 是無大風大浪的四處拜訪踏足 偶有歡笑、偶有哭泣 但與人物們的內心 流透光與白尋的內在 是混亂的、迷茫的 心情是如風暴般漸漸醞、發熱 卻又一點一滴在消散、在吸取光輝的 見聞標題這個故事所講的是關於青春的迷茫 以Youtuber、以創作者為出發點 為婚師等此 講述一群少年少女 有著各自想實踐的夢想、目標 但同時卻受困於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煩惱迷途中 尤其是白熊與流透光 一個不知道自己的本質 不清楚真實的自我為何 一個不知道自己為了什麼而前進 想尋找真實的他 他們紛紛盼望 是否只要拋下一切的追尋 就能見到真正的自己 因此白熊躲了起來 流透光踏上旅途 期望藉由探訪、藉由沉澱與對於背影的追趕 可以最終追到那顆象徵者解答的夜心 但也許打從一開始 我們就深陷盲點 陷入迷途 一路上流透光一個隔壁看遍了大家的煩惱與潛在的心境 他與欣欣澀色色的青春沉船倒立綠島 在台東的山雲沙灘留下腳印 與宜蘭的陰流道巡迴時光 上了陽明山置身海域花海 踩上高米石地順著海風 立於日月潭茶園捕捉斜陽 在花蓮的森林鞋遊裝散步 登上紫星樓試問心之所向 青春的年少與青澀的秘密交會 那短暫的瞬間稍縱了幾世 看透了許許多多的迷茫 然而人依舊在迷途之中 東去春來閃靈盛開 儘管已然經歷了這麼多 但有時越是接觸反而越是迷茫 那道逐漸淡薄的身影漸行漸遠 因此流透光決定暫時不去追尋他人的迷茫 而是一步一腳印將自己 將白萱拉出長久以來的迷茫 那是最新色的虛度時光 那是曾一起度過的幽災夏天 前迷想起懷念的過往我割下筆 如今的你身在哪裡 迷茫之養的最後 春末回到了原點 再訪台東的南田觀景台 從北部到台東是4個5個小時的火車 在南下到南田要從台九線沿海騎一個小時 白天下午 雲層還來不及遮住廣闊的藍空 強勁的海風將未來的海天一色送往眼鏈 此後夜幕降臨 涼風悄悄拂過深黑的山林 在滿天的夜行之下 少年少女找到了長久追逐的解答 鼓起勇氣面對真實的彼此 面對將一去不復返的青春 面對曾無法面對的屬於你我的迷茫 黑暗將一切界線模糊溶解 白天鮮明的比海連天 此時只剩一片漆黑 然而真因如此而秤的星空繽紛燦爛 那彷彿無數行星像眼眸墜落 時至四月 茫然無上的青春列車抵達了終點 一開始所有人都覺得已經看清了道路 為了離開迷途而展開無止境的追放 結果我們總是兜兜轉轉的繞了一大圈 才發現答案就在身邊 青春如此 現實人生已如此 每個人都成深深現在玩入沒有終點的迷途 我曾從溫州學校變成了理科生 從科學班畢業後 卻放棄設計系而進入資工系 一年後又輾轉換到藝術系 兩年後選擇了休學 那時候對父母大哭了一場 感覺自己做什麼選擇都顯得茫然 明明已經是YouTuber 明明身為成熟的創作者 卻花費數年才終於來到了十字路口 然後我轉了個彎 但其實這是原本就一直存在 一直最接近的道路 只不過前幾年 這條路一直都是在旁 維持著平行的姿態 與我並行前進 我曾經歷的是什麼 我經歷過很多 非常非常多 有些是沒告訴國人的秘密 而這些秘密與經驗 造就了現在這個快要脫離青春 不再迷惘的我 但絕大多數我所激勵的是迷途 為什麼我會與迷途這樣如此有共鳴 有一半是因為白萱對於創作的迷惘 那份沉重的真心話 與令人心疼的恐年氣質 間接地說明了現今的創作環境 主流形態是多麼殘酷 多麼的變質 很多人已經再也找不回初心 就此迷失在慢慢無盡的夜路中途 或許其中得到了名聲 物質滿足感 但是可曾衡量過失去植物的重量 是不是其實 大家都依然只是個迷途羔羊 還是說我們有望像白萱 像春末 像小青藤 像王松竹 像吳淑穎 像白薇 像那些美好的青春一般 可以共享我們的迷途 並最終找回真正的自我呢 人在迷途 別回迷路 我們總之在殘酷的現實中 幻想自己走著夜路 追逐著遙不可及的野心 卻又捨不著抽離 到頭來我們得到了什麼 又失去了什麼 這 我想只有直到自己抓住了那顆野心 破解了自我的心魔後 才能知曉 這個世界如此矛盾 卻因此我們才如此著迷 迷途這樣 迷途之旅 我當時在看我的混癡的作品後 跟隨文字的腳步踏上了隨性的旅行 當時我希望我可以找回寫錯的筆觸 可以找回書故事的情感 可以找回人際交往的方式 然後 我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夜心 找回了差點就消失的感性 藉由白薇的過往 留著過往的回憶 迷途之旅架構了一段看似淡淡的 實則深刻的愛情 同時更讓我們深深愛上了白薰的憂鬱 飄渺與神秘 還有眾多人物特別的追憶與時光 如果你和我擁有同樣的感受 同樣會被這個故事打動的話 那麼 請務必好好珍惜 畢竟如混屍所述如一年齡的增長 經歷了不好的事 心靈有可能會因此失去彈性 喪失感性 因此自覺能被輕易打動的你 對前途懷抱夢想卻有著憂愁的你 一定要好好把握好好訴說 因為這是很幸福的事 這次的青刺人幸運就到這邊 你也喜歡迷途激仰的白薰嗎 還是你有什麼真心話想分享的呢 都歡迎在按下訂閱鈕的同時 分享於下面的留言區哦 另外我也不時會在IG 臉書或推特上分享ACGN 旅遊與生活的種種趣事 快去關注一下吧 我是雅次元 我們於下本書中 再會